为了迎接农历新年花莲市公所在日前透过外汇的方式 送了18桌的爱新年菜到黎明教养院 并赠送公所自制的农年贺卡 希望在岁末年中之际为院生们带来满满的爱与温暖 花莲市长维嘉燕协同社劳客长小子卫 在日前前往黎明教养院收到院生们的热情欢迎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市公所在今年持续透过外汇方式 送了18桌的爱新年菜 要和院生们提前暖心围炉过新年 谢谢魏市长在今年就将暖暖的团圆饭的祝福 再次带到黎明教养院 我们全院将近100多位的服务对象 就是期待这一天可以跟市长一起吃团圆饭 然后呢我们目前我们将近有100多位的服务对象 今天都是热烈的期待 他们已经等很久了 然后非常感谢市长百忙之中 抽空特别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 不单给我们祝福也给我们服务对象 每一份小礼物 我相信我们的服务对象会珍惜这样的祝福 带来更美好的一年 而市长维嘉燕也亲自逐桌 发送公所制制的农年贺卡 希望在岁末年中之际 为院生们带来满满的爱与温暖 今天非常的开心 到我们黎明来看看我们的院生 也准备了我们的爱新年菜 给我们的所有的宝贝们一起来 在农历年前一起来感受到我们年姐的一个气氛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梁执行长跟囚院长 那在照顾院生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予利 那也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企业 跟三星人士 都可以益助更多的支援到我们黎明 让我们黎明的孩子能过得越来越好 活动中现议员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跟院生们围如拜早年 他表示由于近年来疫情加上通货膨胀 导致许多社福团体的资源愈发拮据 期盼有余裕的朋友能够适时挹注 帮助他们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